長期活躍在北京空軍總醫院的浩反子 他們分工明確,分為後台搶號人員 浩原批凡人員,一線高手人員 主犯阮某交代,為了方便浩原交易 他們還成立了一個要做農商會的微信群 在群裏,他們互通有務,互相介紹客戶 由另一名主犯楊某,通過在遼寧雇用親戚朋友50多人 每天通過APP元件,在幕後通過人海戰術 進行大規模的搶票 他就對外宣稱,製作一本搶票軟件 就可以秒散專家號,吸引一大批蠔紙 以100元的價格,找他批發號員 再以200到幾千元不等的價格,賣給患者及其家屬 警方表示,浩原批打擊難,根本原因是在刑事方面 沒有具體罪名和打擊方法 即使拉到浩原批之後,亦都因為患者大多數不願配合工作 存在取證難的問題 目前,26名犯罪嫌疑人已經被處以刑事拘留 事案拘留及警告等處分 廣州電視編輯報導 現在,我們要調整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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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